温碧霞宣布将在6月19日举办个人演唱会。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, 51岁香港不劳美魔女温碧霞今年大举进军香港商界, 一口气拓展红酒及花店生意,成就傲人事业, 成为兼顾家庭的女强人, 不过她仍钟爱最喜欢的演艺事业, 近来又忙着为演唱会努力练唱。 温碧霞被封为不老女神。 翻设自温碧霞微博, 温碧霞过去曾参与多部戏剧演出, 在风神榜中饰演打击的性感形象深植人心, 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 6月19日, 她将纽约麦迪逊花园举行歌唱, 做她举行记者会, 向现场观众送出鲜明海报和演唱会门票。 温碧霞以性感形象走红, 翻设自温碧霞微博, 温碧霞透露演唱会将献唱于20首歌, 除了自己歌曲来, 也包括演出过的电影主题曲, 并会献唱王妃, Beyond和陈百强名曲, 目前正努力练歌, 笑称自己已回复到20年前46公斤完美身形, 演唱会传注则以美感为主, 嘉宾方面有两位曾合作过的艺人, 要大家拭目以待。